10月24日,据港媒报道,凡少皇妻子贾小晨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聚会照,曝光了好友郭力行的近况。 贾小晨透露他跟郭力行十几年前同属一家唱片公司,如今都在北京生活。 他忍不住感叹,人生总是兜兜转转。 近照中,贾小晨穿着黑色上衣出镜,头戴遮阳帽,再配上精致的妆容,打扮大方得体。 已经生了两个女儿的他,皮肤仍白皙紧致,身材也没有发福,状态相当好。 这几年他跟老公凡少皇以及两个女儿定居北京,一家人住在豪宅里,生活非常惬意。 难得与昔日好友郭力行见面,他心情很不错,对着镜头露出淡淡的笑容。 罕见露面的郭力行,穿着白色上衣,头发梳成大背头,看起来很是有形有款。 不知不觉他已经45岁了,岁月对他十分眷顾。 他的五官仍立体精致,身材略有发福但不臃肿,帅气十足,风采不减当年。 可能有人不知道郭力行是罗温的徒弟,那些年以歌手的身份出道。 尽管他唱功不俗,但乐坛竞争激烈,他的歌唱事业发展一般。 之后他尝试当演员。 2006年拍摄电视剧《功夫足球》时,他与大自己六岁的红心相识。 两人无惧年龄差,爱得浓烈,很快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。 红心当时很喜欢郭力行,曾公开大赞男友很纯,给予他足够的安全感。 可惜两人没能修成正果。 分手后,郭力行与同为艺人的真影山走到一起。 不过随着他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内地,两人的感情也就不了了之。 郭力行刚开始在内地工作时因为没什么人脉,接不到什么工作,生活很是艰难。 要跟同事挤在7.5平方的狭小出座屋,每天只花12元。 不过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演艺事业,一直很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。 如今的他虽然不算大红大紫,但收入稳定总算苦尽甘来。 感情方面,告别红心与真影山后,郭力行再也没公开过恋情,至今仍未婚无儿女。 至于前任红心,他似乎特别喜欢弟弟型男友。 他后来跟小10岁演员张丹峰结婚,婚后育有一女。 加上他跟末少松生的儿子,一家四口生活幸福。 他与张丹峰的婚姻不是一帆风顺的。 前几年张丹峰与经纪人必赢的绯闻一度闹得沸沸扬扬,让外界担心不已,索性两人最后挺过了难关。